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过滤掉太阳光里的热能 而自洁则是靠表面的奈米光处酶来隔绝物质附着在玻璃上 这样一个三合一功能的新发明 为环保节能带来了另外一种新的可能 我们这个景观窗玻璃啊 它是有发电隔热自洁的效果 然后它发电的成分就用太阳人薄膜 所以它可以发电 因为供电板你受光它转出来是直流电 它直接产生出来的电是直流电 但是我们住家在用的话是交流电 所以我们可能要透过一些inverter还有controller 把它的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 才可以再连到我们的住家使用 因为我们住家都是用交流电 隔热的效果是我们这块附层玻璃 它是用做附层玻璃的形式 然后就是前后有玻璃 然后前面是光电板 然后后面是玻璃 然后中间用隔热膜把它夹住 所以它有隔热的效果 然后关于刺激的效果的部分就是在玻璃的表面 我们会涂奈米光粗霉 然后奈米光粗霉 它是分解一些有机物 然后再经过雨水 可以把它冲刷掉那些灰尘啊什么的 所以它就不用再靠人尾的就是一些外力去把它清洁 这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用在像我们这块的就是景观窗 就是利面玻璃 然后还可以用在采光罩的部分 那采光罩我们就可以不像一般的采光罩 就是热会直接透进来 然后它这个有隔热效果 你的热比较不会透进来